各位大英姊妹,早晨,我是明仲恩全道。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《马赫福音》第二章18-22节经文。 这段经文记载耶稣和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讨论禁食的问题。 今次讨论在《马太福音》和《路加福音》有同样的记载, 《三卷福音》记载今次事件大同小异。 但比较特别的是,《三卷福音》记述向耶稣提出问题的对象各有不同。 《马太》描述只有约翰的门徒,《马赫》描述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, 而《路加》真是法系赛人和文士提出信问。 《三卷福音》记述不同,但并非互相矛盾。 我们可以理解为,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都有甚或是同时提出信问。 而三位作者记载不同的原因,主要是突出三卷福音书不同的主题。 在此不作太深入的讨论,不过我们可以得知, 耶稣和门徒所做的事,对当时的信仰习惯或传统,带来了一定的冲击。 旧日中,有关禁食的律例,主要在《利美基》和《文素记》, 规定以色列人在属罪日那时要禁食。 旧日中也有关于哀动悔罪时禁食的例子, 例如大卫王饭最后的禁食,或者以诗帖无死求见王面前的禁食。 所以禁食祷告是向上帝表达忧伤悔罪的心。 若然不是以虚己悔罪禁食祷告的话,是不会蒙上帝月纳的。 旧日中也有这样的例子。 以赛亚书五十章一至十二节指出,当时以色列人的禁食只为求施利, 勒逼其他人作苦工。欺压弱势的人,以为透过禁食祈祷, 上帝必然应运他们的诉求。 这样的禁食,当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。 经文更指出禁食祷告时,不但内在要有哀动悔罪的心, 爱在同时要有对他人怜悯、公义的行为。 到了耶稣的时代,禁食祈祷已经有某程度的变质。 法利赛人规定禁食为敬虔的行为, 所以他们禁食的日子不单超过律例的规定, 更加以越多禁食的日子来让其他人拆看出他们敬虔的表现。 在今天的经文中,耶稣仍然未对法利赛人, 虚假敬虔的外表作出严厉的指责。 只是解释,在正常生活里面, 不需要刻意以外遣行为, 来突出自己给别人敬虔。 禁食的原因是表现哀动悔罪。 而耶稣以新郎和奔客在一起, 比喻出耶稣仍在世的日子, 还未到哀动的时候。 所以禁食根本是不需要的。 耶稣纠正当时已经被扭曲的观念, 旧约的律例、传统, 原是要让人更加能够爱神、爱人。 但法利赛人却将这些扭曲, 建立出来的传统和规矩, 只是让人单有敬虔的外表, 而没有敬虔的内心。 这些扭曲的观念, 已经借根于各个层面。 连施浸约汉的门徒也受影响。 耶稣并不是要否定禁食的价值, 而是针对法利赛人错误的动机。 他们所建立的宗教传统, 让人自以为有充足的外表行为, 就是有敬虔生命的表现, 忽略了内心的真诚, 并对他人的怜悯和社会的公义。 耶稣往后严厉地指责这帮法利赛人, 不单止空有这些假的敬虔表现, 更用这些假敬虔, 来掩饰恶毒的内心。 鬼弟兄姊妹, 透过今天的经文, 我们要省察自己有没有像法利赛人一样, 过度重视外表的宗教行为, 而忽略了内心的纯正, 也要留心在关注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同时, 也要关怀他人的需要, 保持对他人的怜悯, 在社会上行出述上帝的公义, 因为真正的敬虔, 总离不开对他人和社会的关爱。 我们一起祷告吧! 我们在天上的父, 愿人都省察自己的生命, 要我们晓得, 你要的不单是敬虔的行为, 更要我们有听命和纯从的内心。 求圣灵也提醒我们, 不单是关注个人的聚会独经灵修, 也要关怀社会上的正直和平公义, 看多并连出身边有需要的人。 求你随定我们的祈祷, 奉主耶稣明求, 阿门。